它是世界上首款具备高智能和自动目标识别特征的巡航导弹 十分适用于在复杂环境下作战 不同于传统的雷达制导 该导弹还可以实现人工智能自主决策作战 即便是数据链和雷达导引头都失效了 这种导弹可以凭借着AI指挥来精准打击目标 其先进的软件系统和优越的战术性能 更是让美国海军都对其赞不绝口 称奇会为未来作战理念产生重大影响 今天大兵和各位聊一聊这款以色列的导弹新星 海上破袭者 海上破袭者反舰导弹是以色列拉费尔先进防御系统有限公司 推出的第五代远程自主精确制导导弹系统 它被形容为可以让海军和支援部队实力倍增的巡航导弹 它能够对高价值的海上和陆地目标提供显著的攻击性能 据了解这种新型巡航导弹的最大特色 就是会具备人工智能识别目标的能力 也就是说 导弹可以在复杂的环境中识别出自己需要打击的目标进行攻击 它配备了拉费尔公司研制的先进红外成像 光电中端制导装置 其中这套制导系统来自于拉费尔公司研发的高精度制导武器解决方案 包括基于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自主目标捕获和自主目标识别算法 并且这套目标系统还可以基于光电场景来匹配技术 从而达到在全天候环境下打击固定目标时 哪怕它所处的战场是在先进电子战 反区域拒止和卫星定位干扰的复杂环境下 也能够进行最小附带伤害的精确打击 也就是说当这个导弹靠近目标时候 它的人工智能会将其看到的数据和电脑中的地形数据相比对 从而不被其他伪装干扰打击真正的目标 并且由于其先进红外成像系统可以不断地归位重置 自主目标识别算法可以让导弹在交战前 有效地不断学习特定目标的特征 因此进入末端指导时 导弹会使用自主目标识别模式 来搜索并识别已经定义好的目标 既可选择自主制导 也可以使用人工指令控制 目前为止海上破袭者只有一个型号 但是凭借自身设计紧凑灵活的优点 该导弹可以实现从多个平台发射 最初该导弹被设计安装在蜘蛛发射器上 蜘蛛发射器是一种采用开放式架构的陆基发射器 其结构简单运输轻便 且具有高机动性 可实现技差技用 并且这款发射器原本还被用于 Derby和Python-5防空导弹的发射 这也代表着海上破袭者 可以与防空导弹部署于 如爱国者导弹连的同一导弹连 大大加强了以色列军队海岸作战能力 除此之外 为了进一步加强海上作战力量 以色列海军还将改装后的海上破袭者导弹 装备在了萨尔6轻型护卫舰上 增强萨尔6的关键能力 毕竟萨尔6护卫舰拥有世界一流的武器和电子设备 作战能力均衡 能够满足以色列海军的各种需求 拉斐尔公司表示 未来海上破袭者导弹 还计划安装在以色列海军的轻型护卫舰和导弹快艇上 如此一来 海上破袭者就真正具备了多余作战能力 将增强以色列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力量和威慑力 而除了人工智能之外 该导弹的其他性能就显得有些平平无奇了 海上破袭者的最大射程为300公里 它的尺寸大致和鱼叉导弹相当 长约4米重达400公斤 弹体结构经过空气动力学优化 前部不规则 头部制导窗口采用多边形设计 弹体尾部为圆柱形 在减小空气阻力的同时 其不规则截面还能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 导弹进其口设计为内线式 布置在弹体下方 提高了它的外形隐身能力 使得导弹整体上拥有良好的隐身性能 它的战斗部是拉斐尔公司的版权 所有的穿甲高爆破片战斗部 拉斐尔公司声称 仅需一枚海上破袭者导弹 就可以击沉一艘普通护卫舰大小的水面舰艇 目前该导弹的主要发射平台 为海基和陆基这两种方式 不过就看它的尺寸大小而言 在战机上发射也不是什么难事 并且为了更好的打击目标 该导弹的弹体上安装了十字形尾翼 并且其下方的后置整合进气口 和弹身中段还有可收缩后掠翼 虽然制造商并没有透露 其展开后的驿展信息 但是根据检视防务周刊分析 其外形应该和拉斐尔公司的 香料1000形 战术防区外空对地制导炸弹非常相似 而除了人工智能识别模式之外 该导弹也可以通过数据链 进行人在回路中制导来打击目标 这里大兵小小的科普一下 什么叫做人在回路中 简单来说 人在回路中指的就是 武器操作员在经过第一次指令输入后 还有机会进行第二次 或者不间断的指令更正 举一个例子 假设你手里有一枚导弹 想找大兵试试威力 于是你锁定大兵 并且发射导弹 但是射完之后 你突然又想起来 大兵还有两篇视频 没更新 暂时还不能试射你的导弹 于是你就可以依靠 人在回路发挥作用 给导弹的计算机发送指令 让导弹自身改变路线 而人不在回路中就更简单了 说白了就是 导弹发射后你就管不了了 只能依靠制导系统瞄准 在这里大兵提醒老铁们 记得发射前先祈祷几遍 增加信仰命中率 好了咱们回归正题 拉斐尔公司还表示 这种导弹一般会采用 骑射的方式进行攻击 将多枚导弹发射到目标区域内 然后再由导弹进行识别和攻击 在这种攻击环境下 导弹的攻击过程 已经达到了完全自动化 在有移动目标的环境中 例如民用和军用船只 距离很近的港口 更好的目标识别是很重要的 传统的制导手段呢 除了人在回路中控制打击之外 就没了其他办法 再准确攻击目标了 毕竟导弹的优先攻击目标 肯定是那些雷达反射面积最大的物体 我想应该没有哪个国家的渔船 会搞隐身设计吧 因此 这也代表着传统的制导手段 很容易出现物击的情况 而拥有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海上破袭者 就可以自动识别出其锁定的目标 究竟是一艘炮艇 还是一艘尺寸相近的托船 从而准确击中希望摧毁的目标 如果你对手在你的目标打击区域 释放强电磁干扰 使得数据链和雷达导引头都失效的时候 这种导弹呢 就凭借着人工智能系统 来自主决策进行作战 因为拉斐尔公司 为了保证导弹的电子反制免疫 和反干扰能力 专门给这个导弹装备了一套 安全双向数据链系统 来实施支持人工决断功能 其中包括战术更新 任务终止和战场毁伤评估能力 而在智能化巡航导弹这一块 其前驱者是苏联的花岗岩导弹 和海上破袭者相比呢 两者都拥有决策算法和任务规划功能 也就是在骑射攻击中呢 导弹能够进行威胁判断 自主决定攻击目标群的哪一个具体目标 并且能实现最优的战术机动 以攻击选取的目标 不过海上破袭者采用了 比花岗岩导弹隐蔽性更好的 无缘红外制导方案 几乎免疫一切传统的电子干扰手段 不仅如此 该导弹还配备了一套 海陆攻击任务两用的 先进任务布置管理与控制系统 可以根据设定好的航路点 方位角 攻击角和目标点 来使得整个武器系统具备多方位 同步化和全向攻击的能力 因此海上破袭者导弹 完全可以在300公里的防军外 对目标进行真尖式的精确打击 它装备的先进红外成像导引头 与传统的基于射频导引头不同 它属于无源被动制导系统 这类制导系统具有制导精度高 抗干扰能力强 隐蔽性好 结构紧凑 机动灵活等优点 像是传统的干扰手段 比如说雷达导引头干扰 通信链路干扰 以及GPS干扰等 在面对海上破袭者导弹时 几乎都没有用武之地 而传统的RF导引头 属于主动制导系统 不仅隐蔽性差 制导精度也难以满足现实作战需要 在有移动目标的环境中 对更先进的目标识别的需求更高 而这点也非常适合在先进的反介入 区域拒止领域 沿海或棕水区域 攻击静止或移动的海上和地面目标 而在未来的战场会有更多的GPS拒止环境 那么这时候就需要像海上破袭者这样 在300公里的射程内不受电子对抗影响的导弹 该导弹还具有发动机控制模块免疫能力和抗干扰能力 可以根据任务配置进行高压音速低空 跟随地形飞行或掠海飞行 拉斐尔公司表示 该系统同时具有人工智能 场景匹配 光电自动目标识别能力 使其成为了第五代制导系统 那么这个所谓的第五代制导系统又是怎么来的呢 在巡航导弹领域 第一代是德国二战中的HS-293这种 采用遥控制导 第二代则是半主动制导和无线电指令制导 例如陶氏导弹 第三代就是各位最熟悉的雷达巡地制导 由于其全天候作战能力强 因而成为了用途最广的一种制导系统 第四代则是通过红外和电视系统巡地 再加上人在回路中模式制导 例如美国的AGM-158隐身反舰导弹 而拉斐尔公司自称的第五代 说白了就是在第四代的基础上 引入了人工智能技术 并且还具备了计算机视觉 场景匹配 自动目标识别和任务规划在内的独特功能 这也是其被称为第五代系统的原因 而下一代巡航导弹还会高度强调 导弹智能对抗水平和自主作战能力 从以色列研制的第五代导弹系统 就可以总结出 下一代巡航导弹的发展呢 是即智能感知 智能识别 智能决策等先进技术于一体 同时表现出高度智能 在线决策 配装多功能载荷等特点 使得导弹可以在新型复杂战场环境中 高效作战 不过呢 在是否将武器智能化这方面 外界也都是一直争论不休的 它就是一把双刃剑 毕竟智能化的武器 可以在条件复杂 恶劣的环境中 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作战 而人工智能武器呢 也不会出现人为导致的差错 可以不受感情因素的影响 准确完成任务 也正是有了人工智能技术座支撑 以色列国防军的导弹 无人机 战机 才得以对哈马斯武装组织的 火箭弹阵地 弹药制造厂等重要目标 进行精确打击 但是反过来想想 人工智能导弹 也是很容易被入侵的 因此会存在错误打击目标 等不确定性情况 同时 人工智能武器 会给操作者带来一种游戏感 如同进行网络游戏一般 这种情况下呢 会增加许多不必要的伤亡 同样 人工智能除了可以应用在导弹方面之外呢 还可以应用在 作战体系的核心 指挥控制系统上 AI可以从目标搜索跟踪 到威胁评估和锁定摧毁 以及最后的效果评估 均能减少人员的参与 从而大幅提升指挥效率 并且AI也能克服人的一些弱点 例如 情感和反应速度等制约因素 从而更迅速地做出正确决策 毕竟一个高效的指挥链将使其拥有方 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中呢 拥有更大的主动权 甚至达到后发制人的效果 而其次 智能军事化装备的运用 例如AI技术 可以使得无人机群迅速改变袭击路径 或者加大数量 采取饱和式攻击 来突破防御体系 而除了直接进攻之外呢 无人机也可以用在有效射程以外的空域 设置警戒区 对敌方机场内起飞的飞机 进行主动识别打击 而在水下 智能化的水雷将会变得更加恐怖 这种智能水雷呢 只要通过互联网链接的 无人水漆机器人为载体 再为其配置各种传感器和爆炸装置 利用AI技术来操控和识别作战目标 完全可以被当作移动水雷或者鱼雷来使用 毕竟目前对水雷的防御手段呢 主要也是尽量去规避这些有水雷部署的区域 在战时如果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呢 才会选择通过大规模排雷行动 来清理出来一条无雷通道 以伊朗在波斯湾部署的水雷情况为例 美军及其盟军更是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 才完成排雷工作 而新型AI移动式雷场的出现呢 将通过相互通信交流来修补被破坏的区域 重新形成雷区 这也使得传统的排雷方式变得更加捉襟见肘 甚至是毫无成效 因此大兵认为 未来战争会集合战场各个智能化珠源的联合作战 其作战理念和武器装备技术都会向着智能化迈进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老铁对智能武器和未来战争都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 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 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我们下期再见